我去开刀 然后没有成功 眼睛就逐渐逐渐的退步 最后的眼前的景象 是电视机 那个全部都是刷刷白的那个 我叫斯盈 我在16岁的时候 由于青光眼的关系 导致我眼睛完全失明了 自从我打算一个人 去国外旅行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这不现实 也会觉得盲人就不应该出门 像盲人的话 也有听觉 也有触觉 也有其他的感官 都能用其他感官来感受到 一定要自己真正地走到那里 才会有所感受 来之前我很害怕 我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比如行走的困难 还有语言不通的困难 但是我觉得 现在其实科技很发达 我利用科技的力量 觉得还是可以克服掉很多的 我想买香蕉牛奶和泡面 来了以后 就是超出预期很多 这些科技都陪伴着我 让我度过了很多很多的难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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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来到Dobuki 可以说英语 或者中国吗 好 之前是我和一个 跟我一样全忙的小伙伴在逛街 你好 一个商场里面 他们不让我们进去 反正就说 这里不适合你们 你们快点回去吧 好 好 世界真的是挺黑暗的 如果我被这些事情打倒的话 我以后的日子就永远生活在黑暗中了 一生中肯定要碰到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的呀 不可能 因为这两三次 所以你放弃之后一百多次的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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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棒 很多人都觉得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这趟旅行 就好像很多人都觉得盲人不要去吃鱼一样 因为怕被鱼刺卡到 但是并不是盲人从小自己的认知 而是他的长辈认为你看不见 你不能吃鱼 久二久之他就不会去挑战这件事情 一件事情能不能做是由我自己的能力而决定的 其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可能而变成可能的 我是思颖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很强 对你先生说的是 这次我去韩国行的后期 走 其中包括了听觉的感受 触觉的感受 嗅觉的感受 和味觉的感受 人生的道路很长很长 当我们走过了这一条条残缺的道路后 我希望你会对着那些问你的观众们说 今天的天气 风和日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